在遥远的宇宙深处,天文学家早已发现,我们所在的银河系正悄然被拉向一个神秘而庞大的区域,科学家称之为巨引源。 这个区域并不容易观测,它就像一面被拉上的帷幕,隐藏在我们银河系平面密布的尘埃与恒星之后,仿佛宇宙特意遮掩了它的真实面貌。 而更进一步的研究皆是,这个巨引源其实只是一个更为庞大结构的一部分,也就是被称为拉尼亚凯亚的超星系团。 它包罗了约十万个星系,形成了一个浩瀚无垠的宇宙城市群。 不仅如此,它本身可能还受到更遥远、更巨大的沙普利超星系团的引力牵引,仿佛一个宇宙中的引力漩涡层层叠叠,迁移发而动全身。 这些新的发现,正像一张重新绘制的星图,彻底改写我们对宇宙结构以及其中物质流动,也就是宇宙流的认知。 从孤立的星系,到相互拉扯的星团,再到超大规模的引力网络,我们正在目睹一个更动态、更复杂的宇宙。 那么,这个被称为巨引力源的区域,究竟是什么? 它不是一个星系,也不是一个黑洞,而是一个强大引力的汇聚点,像是宇宙之网中的一个重力节点,吸引着成百上千的星系向它缓缓靠近。 面对隐藏在银河系尘埃目不厚的这个谜团,科学家们又是如何揭开它的真相的呢? 在光学望远镜无法穿透的区域,它们借助红白线、X射线,乃至射电波段的观测技术,像宇宙侦探一样,一点点拼凑出看不见的天区地图。 通过这些突破性的观测手段,天文学家得以揭开那些被遮蔽的宇宙深层结构。 这不只是找到了几个新星系那么简单,而是逐渐拼合出宇宙在超大制度下的构造蓝图,解释出星系是如何集结成团,再连接成练,最终编织成一张由引力主宰的宇宙之网。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深入这个令人着迷的天文谜题,一步步走进具影园的核心,看看它是如何牵动着我们整个星系,乃至整个宇宙结构的脉络。 时间回到20世纪末,当天文学家试图描绘附近星系的运动路径时,他们意外发现了一个异常的现象,一个无法忽视的方向性趋势,像是整个星系群都在被某种看不见的距离拉拽,指向同一个区域。 这便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剧影园,最初的蛛丝马迹就此浮出水面。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不只是银河系本身,甚至我们周围约400个星系,也都显示出统一的移动方向。 这些星系像一群磁铁吸引下的铁蟹,骑刷刷地朝着天空中半人马座与举齿座之间的某一区域飞驰,那个区域离我们遥远,大约在1.5亿到2.5亿光年之外。 这现象令天文学家倍感困惑,因为他与他们对宇宙运行方式的认知格格不入,就好像某块拼图放错了地方,整个画面因此变得难以解释。 根据标准的宇宙模型,我们生活在一个均匀膨胀的宇宙中,其中的星系应该像气球表面的小点一样,随着宇宙膨胀而彼此远离。 引力虽在起作用,但不足以让星系整体逆流而行。 然而,眼前观测到的这些星系,却像是被某种更大的引力牢牢牵引着,违背了宇宙膨胀的常理。 这说明,在他们前方,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引力中心,一个我们用肉眼无法直接观测到的隐形巨兽。 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这个引力源?它藏在哪儿? 这个看似简单,却极其深奥的问题,一度困扰着整个天文学界。 原来,这个巨引源所在的区域正好落在所谓的避让区之内,这是银河系中一个尘埃密布,恒星繁多,气体云团翻腾的地带。 就像一团混沌迷雾,几乎完全阻挡了我们用传统光学望远镜的视线,令观测变得异常艰难。 几十年来,这块被银河系自身遮蔽的区域就像一层厚重的宇宙帷幕,任凭我们如何努力窥探,始终难以洞悉其真正面貌。 它像宇宙再有意隐藏的一张通往秘密的大门。 然而,科学从未止步。 随着观测技术的革新,一批新的探照灯被点亮,它们能穿透尘埃,跨越可见光的限制,帮助我们一点点揭开这片神秘区域的真相。 通过红Y和X射线的联合勘测,科学家得以穿越银河系的浓密沉默,窥见其中隐藏的天体结构。 它们发现,在这片原本空白的区域,竟然存在密集的星积团,其中由于洛马星积团最为显著,它或许就坐落在整个聚引原结构的中心地带,是这个引力汇聚的中心。 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可见的星积团所产生的引力,远远不足以解释我们观测到的星系运动趋势。 这就意味着,在这些可见物质之外,还存在着大量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在发力,也就是神秘莫测的暗物质,它像一个无形的骨架,支撑并塑造着整个聚引原的引力结构。 直到2014年,科学家们通过一个名为宇宙流动Cosmic Flows的研究项目,首次系统性地整合了大范围星系的速度和运动数据。 它们不只是观察静态的星系位置,而是着眼于它们如何在宇宙中穿行,最终挥制出一幅更大尺度,更动态的宇宙速度地图。 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深入分析,研究人员终于揭示出一个惊人的结论。 我们的银河系原来并不孤立,它隶属于一个名为拉尼亚凯亚,拉尼亚凯尔的超星系团。 拉尼亚凯亚在夏威夷与众议为浩瀚的天堂,这个名字恰如其分地描绘了它的庞大与壮丽。 这个名为拉尼亚凯亚的超星系团,其规模之巨大令人震撼。 它从一端延伸到另一端,足足横跨约五亿光年,囊括了约十万个星系。 这些星系就像散步在广袤大陆上的城市群,彼此之间通过引力微妙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庞大而动态的宇宙生态系统。 而这个神秘的巨引员,正好坐落在拉尼亚凯亚的核心区域附近,仿佛是一颗重力的定海神针。 它不仅仅是一个引力强点,更像是整个超星系团的引力矛,维系着周边无数星系的运行轨迹与聚集方向。 不过,故事远微到此为止。 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发现,这背后的宇宙结构比想象的还要复杂,还有更多令人惊奇的联系逐步浮现。 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指出,整个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包括巨引员在内,似乎正受到另一个更为庞大的结构,沙普利超星系团的强大引力影响。 沙普利浓度被认为是附近宇宙中最密集的星系集群之一,其巨大的质量正在远距离上悄然改变拉尼亚凯亚的整体引力走向。 这些发现表明,我们的银河系并不是在孤立地漂浮,而是处于一个由多个引力盆底交织而成的分层宇宙网络之中。 每一个引力盆底就像一个引力挖地,在这张三维空间网中彼此牵动,互相作用,共同决定了星系的流动路线和宇宙的大尺度结构。 按标准宇宙模型的设想,宇宙应该是整体上均匀的膨胀,星系之间应当彼此远离。 然而像具引元这样异常致密的区域,显示出在某些局部,引力依然能起到主导作用。 尤其是暗物质的存在,使得这些区域即便身处于宇宙膨胀的洪流之中也能逆流而上,把周围的星系向自己缓缓拉近。 对这些星系流动的研究,不仅让我们了解眼前的结构,更帮助科学家模拟星系如何在所谓宇宙网中穿梭。 这张宇宙网由无数星团与超星系团相互连接而成,是目前所知宇宙中最大规模的结构系统。 而星系的流动轨迹正向水珠在重力河流中缓慢游走,受这些节点的吸引与推斥所影响。 这不仅是天文学上的理论推演,更具有切实的实际意义。 它直接影响我们如何测量宇宙的基本参数,如大小、年龄与膨胀速度等。 例如,我们的银河系正以每秒约600公里的速度朝着巨引员前进,这是一种被称为特有速度的运动。 天文学家在测算哈勃常数,也就是宇宙膨胀率时,必须将这种运动速度剔除,否则测得的数据将偏离真实值。 就像测量风速时,不考虑自身在移动一样,会导致误判。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些宇宙中的水流运动,那么我们对于宇宙到底有多大、多老的判断,就有可能出现系统性的误差。 这些流动影响的是整个宇宙的测量基准,是不能轻易忽视的变量。 而在所有谜题之中,最引人关注也最难解的,便是关于暗物质的问题。 这个神秘的成分似乎在整个宇宙结构中扮演着主导角色,却至今无法被直接观测到。 科学家发现,仅凭我们所能看见的星系和星团,远远不足以解释这一地区所展现出的强大引力效应。 就像一张看似完整的地图,实际上还隐藏着未标出的山脉,这些山脉便是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暗物质。 正是这种引力上的巨大落差,让我们意识到,在宇宙结构的构建过程中,暗物质不仅是幕后推手,更是引力之网的框架钢筋。 它虽然不可见,却牢牢主宰着星系、星团乃至整个超星系团的分布和演化。 更重要的是,这些暗物质的存在,对我们如何划定宇宙的边界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宇宙并不像地图那样有明确边缘,它的边界更多取决于引力势能的分布,而这正是暗物质参与构建的部分。 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的发现,彻底改变了我们对银河系邻居圈的认识。 过去我们认为银河系隶属于士女座超星系团,但现在看来,这只是更庞大的拉尼亚凯亚结构中的一角。 而更远处的沙普利超星系团所带来的引力影响,甚至可能意味着这个结构的边界比我们以为的还要广阔许多。 这些全新的认知离不开近几十年来天文技术的飞跃进展。 从地面望远镜到轨道望远镜,从光学波段到多波段连侧,每一次技术革新都像是打开了宇宙的一个新窗口。 比如南非的Mircad射电望远镜,便能听见来自银河系背后的微弱无线电信号。 而即将投入使用的西一代红白与F射线天文台,也将进一步穿透宇宙尘埃的障壁,帮助我们绘制出避让区的完整图像。 揭示那些曾被视为空白的星系与星团。 与此同时,像宇宙流这样的科研项目也仍在持续推进。 他们通过不断更新的星系速度测量数据,进一步精细化整个宇宙的流动地图,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引力盆底之间如何相互吸引,互相牵动,就像一张巨大的万有引力拼图。 更有前沿科学家提出,这些宏观尺度的结构甚至可以作为测试现有宇宙理论模型的实验室。 他们可能对我们关于宇宙是否真的均匀,按能量是否随时间变化等核心假设,提出新的挑战。 尽管这些理论仍在不断演技与验证之中,但据引员所处的这片复杂宇宙环境,已然成为一个理想的研究平台,就像一个天然形成的宇宙实验室。 供科学家们探索那些最深邃的宇宙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这一切复杂庞大的宇宙结构,对于我们地球上的普通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只是遥远天体的学术研究,还是揭示了某种我们与宇宙更深层的联系? 首先可以放心的是,虽然它名字里带着巨大和引力,但据引员并不是什么宇宙怪兽,也不是一个吞噬星系的黑洞。 它只是一个由星系团,按物质和气体共同构成的引力汇聚区,对我们来说并没有直接的危险。 与其说它是一种威胁,不如说它是一种方向感,一个巨大的宇宙引力挖地,像磁场一样悄然影响着附近星系的运动轨迹。 这种影响是缓慢而持久的,就像一条河流的水终将汇入一个更大的盆底。 事实上,我们所在的本星系群,也就是银河系,仙女座星系和一些相对较小的半星系,正在以每秒约600公里的速度,缓缓驶向这个巨引员所在的方向。 这个速度虽然对我们人类来说匪夷所思,但在宇宙尺度下,却是极为自然的一种引力响应。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与其他星系发生灾难性的相撞,至少再可预见的未来不会。 但它确实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宏大的事实,星系的运动不是随机的,而是被隐藏在宇宙深处的引力结构悄悄牵引着,一如潮汐受月球影响,宇宙也有它的引潮力。 不过,正如一切宇宙中的现象一样,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 即使是巨引员这种庞大的引力结构,也并非永远统治一切,因为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力量正在发挥作用,那就是暗能量。 科学家发现,暗能量正推动整个宇宙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膨胀开来。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加速膨胀将逐渐超越包括巨引员在内的所有引力盆底的牵引力,迫使星系彼此远离,最终走向孤立。 再过数十一年,银河系以外的星系将因为宇宙膨胀而逐渐消失在我们观测的可视边界之外。 到那时,整个宇宙将变得愈加寂静,我们将只剩下最亲近的宇宙邻居,在引力的怀抱中缓慢运转。 而现在,研究具引员不只是为了满足科学的好奇心,它还能帮助我们更精确地确定我们在这张宇宙地图上的坐标。 就像了解地球上的经纬度一样,了解银河系在宇宙中的流动方向与速度,是定位我们宇宙家园的关键。 从我们的本星系群起步,到临近的室女座星集团,再上升到整个拉尼亚凯亚超星集团,乃至更远的沙普利超星集团,我们所在的位置,其实是一个庞大宇宙分层结构中的一环。 这种层层嵌套的宇宙结构,就像一组套娃,把我们一步步连接到宇宙的最深处。 未来,随着平方公里阵列、STAR等大型射电望远镜项目的陆续启用,我们将获得前所未有的观测能力,能够更深入地探索那些至今仍被遮蔽的宇宙区域。 同时,西一代的X射线任务也将揭示这些巨型星集团内部的质量结构,为我们破解宇宙暗结构提供关键线索。 这些观测与研究不仅会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暗物质的分布,还将揭示宇宙物质如何流动与汇聚,从而拼出一幅更完整、更真实的宇宙大尺度结构图景。 归根结底,巨影园并不是宇宙中的孤立现象,它是整个宇宙引力网络中的一个关键节点。 它提醒我们,宇宙不是静止的舞台,而是一个活跃的系统,一个不断流动,不断重塑的巨大网络。 而我们人类就在这张网中试图理解自己的位置与归属。 透过巨影园的研究,我们仿佛撩开了宇宙深处的一角帷幕,得以窥见那些原本隐藏的结构与秩序。 它不仅扩展了我们的视野,也拓宽了我们对宇宙整体运行机制的理解。 作为拉尼亚凯亚的一分子,并受沙普利超星集团的遥远引力影响, 巨影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惊人的现实,星际并非孤岛。 他们通过引力与更宏大的结构紧密相连,形成一个层次分明,互为影响的宇宙网络。 每一次观测,每一份新数据,都是我们绘制这张宇宙地图的补丁。 这些发现,不仅让我们知道银河系来自哪里,要去向何方, 也逐步揭示了那些塑造银河系旅程的宏大力量。 如果你也和我们一样,对这片星海充满好奇, 那不妨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第一时间获取最前沿的天文探索资讯, 继续深入探索宇宙的秘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